一轮来的有些意外 演员邓伦偷逃税被追缴并罚款1.06亿元的消息 被曝光之后罢评热搜 官方媒体给出事情经过 邓伦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 通过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 偷逃个人所得税4765.82万元 其他少缴个人所得税1399.32万元 在税务检查过程中 邓伦能够积极配合检查 并主动补缴税款4455.03万元 同时主动报告税务机关 尚未掌握的涉税违法行为 综合考虑上述情况 上海市税务局第四稽查局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按照上海市税务行政处罚材料基准 对邓伦追缴税款 加收至难金并处罚款 共计1.06亿元 其中 对其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 虚假申报偷税 但主动自查补缴的 4455.03万元 储0.5被罚款计 2227.52万元 对其虚构业务转换收入 性质虚假申报偷税 但未主动自查补缴的 310.79万元 储4被罚款计 1243.16万元 综合人民网 央视新闻等官方媒体的报道 有一点值得注意 邓伦方面在去年以来开展的文娱领域税收综合治理中 已经收到过税务机关的督促提醒 但是整改依旧不彻底 此次总计1.06亿的补缴和罚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出现的 随之 邓伦被提醒督促后 仍整改不彻底冲上热搜 这个话题也是击毁邓伦人设形象的最重一拳 同时 市场对于邓伦偷逃税事件反应是迅速的 其社交媒体直接消耗 个人代言的品牌方们纷纷宣布解约 而各个平台上 有关邓伦的影视作品也陆续出现下架情况 而这个典型除了把自己一夜打回解放前 其他受害者内心的酸楚也同样难以缓解 夜旅人恐承爱奇艺版青簪行 邓伦的走红之路说得上幸运 刚演戏的她是琼瑶笔下 言情小说书里的深情男配角 随后风神演绎 楚桥传等多部古装剧里的魅惑扮相 让邓伦的颜值被广大剧粉认可 紧接着搭档多部流量小花的男一剧集 掳获不少市场热度 而到了综艺密室大逃脱里 她的胆小又搞笑 负责任又睿智的表现 再加上微博上时常跑出来的邓伦伴郎 邓伦追星等相关趣味话题 让邓伦吸粉无数 邓伦顺利踏上作品和流量 皆被市场认可的道路 在偷逃税款事件披露之后 这位在内娱市场上 颜值 演技 综艺感 流量数据 待人处事等方面 都有一定好感度的小声 立马通过个人微博 发布了一封致歉信 称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 接受税务机关的一切决定 致歉信中 她还提到 自己将会一如既往继续努力工作 但从网友的反馈 以及一些同行的前车之鉴来看 接下来恐怕不会有再让她继续在内娱努力工作的机会了 她只好挥手告别宠爱过她的内娱 而接下来 邓伦的影视作品如何收尾 就是各个平台方 资本方最为头疼的事情 在加油 你是最棒的播出后 邓伦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进组 其出演的第一部电影《情雅集》 又在上映九天后就遭撤荡 粉丝一直对于邓伦工作室颇有不满 如今看来 恐怕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目前邓伦的代播作品并不算太多 根据市场信息来看 邓伦目前拍摄完成 代播中 具有一定期待值的影视作品有三部 一部是毕业季 很早期的作品 女主角是韩国女演员郑秀京 已经积压了六年 这回恐怕彻底难见天日 另一部是郭敬明的电影龙夜曲 邓伦事件前 其上映概率存迷 现在多半只能继续含恨 还有一部是爱奇艺多次在片单里展示过的重头戏夜旅人 去年 邓伦终于尽组拍摄了剧集夜旅人 该剧的女主角是妮妮 11月沙青 由于这是二人的第一次合作 又是邓伦记加油 你是最棒的后 时隔三年的第一部剧集作品 原本备受期待 如今可能是一场货 对于处在降本增效阶段 致力于今年实现盈亏平衡的爱奇艺来说 邓伦事件恐怕会让这部戏成为下一个青簪行 其造成的平台损失窟窿 不言而喻 毕竟爱奇艺没有腾讯视频那样的爸爸式财力 在降本增效的方针之下 如何减少该事件带来的损失 将需要爱奇艺火速判断 有一条新闻可以参考 唐德肃高云祥演出合同纠纷案一审胜诉 后者需赔偿近5000万 报道称高云祥发生了严重违反社会公共道德的行为 违反了演员聘用合同的约定 在面对娱乐圈接二连三的他方事件 激警的出品方们应该早已把对演员的功德要求 在白纸黑字的法律合同上描重了 或许后续的法律途径能最终挽回叶旅人的一定损失 同时 对于叶旅人的备受重视 不止来自于平台方 也来自于主创粉丝 邓伦事件引爆之后 心疼妮妮也瞬间跑上热搜前列 另外 邓伦事件爆发没多久 不少平台就开始下架邓伦之前的作品 有的平台虽然还在保留聚集 但也把邓伦从主演一栏中删去 今天的湖南卫视 也紧急停播了邓伦主要的电视剧 《因为遇见你》 心情最复杂的可能还有杨子的粉丝 青三行发生不幸之后 今天好不容易等到 余生请多指教播出 其代表作《香蜜沉沉静如霜》 又恐将被下架 也不外乎已经由网友表示 希望杨子合作过的另一位男演员李线可以挺住 代言清零 副业影响未知 邓伦的资本版图 除了公开资料显示的他个人独自的两家影视文化工作室之外 一方面是他在商业合作方面的积累 一方面则是自身在其他领域的部署 首先 商业合作方面 品牌方的解约可谓反应灵敏 消息公布之后 一系列连锁动作已经迅速展开 据统计 邓伦目前共有17个左右商务代言 既有宝格力等奢侈品牌 也有俊乐宝等快销品牌 其中两个品牌的境遇 被网友看成了段子式的存在 一个是最晚与邓伦合作的品牌 也是最快做出反应的某智能家电品牌 今天下午刚刚官宣邓伦为代言人 仅过了两小时八分 就宣布与邓伦解约 被网友笑称创下最快解约记录 邓伦获得两小时代言人体验卡 另一个是与邓伦捆绑时间较长的某牛奶品牌 却因为近段时间的工厂地址 终止与安贤猪合作等事件 纷纷被网友吐槽其时运不济 从邓伦个人微博来看 此前转发品牌方的商务微博 原微博几乎都已被删除或者设置权限 显然此前有过合作的各个品牌方 都在快速自查 及时割席 粉丝们都知道 邓伦还和发小们 共同创立了火锅品牌火社火锅 天眼查APP显示 河北火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于2020年1月 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 经理均为郭佳希 不久 该公司投资成立成都火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随后 成都火社公司又投资成立重庆社火 上海社火 青岛火社 上海火社几家公司 2021年9月 同样由郭佳希担任法定代表人的 北京火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成立 值得一提的 上述火社火锅关联公司和邓伦 并无直接关联 另外 作为密室大逃脱系列的常驻嘉宾 邓伦在现实生活中 也没放过密室这一年轻人热捧的选项 微博上不断由网友爆出邓伦新开的一家密室逃脱等打卡语句 代表着粉丝们的真情实感 和吴某等流量明星不同 邓伦当年的爆红是凭借一部高口碑高人气剧集 又有人气综艺的加持 加上他身上石家装代言人 成名后不忘发小 热爱给发小当伴郎等事迹 为邓伦基攒下了一定的路人员 新闻曝光后 不乏表达惋惜之情的网友 但也几乎没人觉得 他还能继续演绎事业 今后的日子里 邓伦很可能要面对不少的官司纠纷 而他之前的副业 很可能会在未来成为他的主业 再见 内语小声邓伦